一度的台南七国海鲜节登场 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海鲜节延到九月底十月初举办 其中六孔观光码头摸文葛活动 最受民众青睐 但为了遵守防疫规定 今年摸文葛的活动才线上报名 实名制参加 每天限额1500人 全城必须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禁止饮食 大人小朋友通通戴上口罩遮阳帽 顶着大太阳在海边摸文葛 小朋友边摸边在海水里打滚 玩得好开心 大人也收获满满 短短半小时就摸了两桶文葛 手上满满战利品 真的是有吃又有玩 已经零确诊蛮多天了 所以我们也很放心 带小孩子来这边游戏 距离都蛮OK的 玩水亲子 这样子假日可以相聚在一起玩 台南七国海鲜节受到疫情影响 延期到九月底举办 六孔观光码头摸文革活动 在周末下午登场 每天限额一千五百人 才线上报名实名制参加 随着疫情趋缓 防疫标准逐渐放宽 但来摸文革还是必须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禁止边走边吃 因此现场没有美食摊位 也不提供餐饮服务 只能说后疫情时代 观光活动也必须兼顾防疫 记者黄富奇才报道 还没见対减字幕批尼顾 大家估订阅 转发 打赏字幕批计 达赏字幕批讯 再次批讯